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好 今天给孩子们卤肉吃 看一下我准备的材料有 五花肉 葱 姜 蒜 花角 八角 香叶 桂皮 冰糖 鸡蛋 啤酒 盐 料酒 生抽 咱们开始先把五花肉焯压水 猪肉凉水下锅 焯出血沫后 倒入凉水里面 洗净 捞入筐中 空干水分 马上开始卤肉 开始做卤汤 过来倒油放葱姜 蒜 葱姜蒜炸香 牢猝 把冰糖放进去 烤出糖色之后 加蒸蒸 加热水 把葱姜蒜再倒进去 加一块皮脚 烧开之后 把五花肉倒进去 把花角八角香叶桂皮也放进去 里面倒放点盐 再盛盖子 小火炖一个小时一趟 炖二十分钟后 把煮熟的鸡蛋也放进去卤一下 看一下我卤好的肉 看一下 再卤半个小时就可以出锅吃了 卤肉做好了 看一下 这个汤下一次卤鸡肉 鸡脖鸡腿都可以用的 咱们的卤肉已经做好了 配米饭吃 老大的 老二的 这是我们家老三的 看一下我做的卤肉 我吃一口 看卤鸡肉 这颜色 特别软烂 特别好好 配米饭吃 还想卤的蛋 看一下 特别好好 看卤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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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